客户问门针手术可以申请理赔吗 我说可以 你买的两份保单都可以申请理赔 拿到诊断书后 竟然是癌症 四年前请我帮忙分析保单 之前买的十支 杂费只有六万 还有少少的意外险 希望能帮先生买些基本的医疗十支 意外和癌症 因为家里有长辈离癌 没有买保险 家人付不起自费的药 大家都很无奈 经过讨论后 预算真的很有限 以他当药保人 自己不足的医疗险 就附加在先生的保单里面 再多买一个内涵手术的日额型医疗 可以有额外的一小笔理赔 稍作休息 也有薪水补贴 还在我半退半就下 买了豁免保费 诊所切片后发现是癌症 已经建议他转到大医院 做了相关的检查 准备住院开刀切除 回想起当时投保完 第二年开始每年都说要删掉他的医疗险 说他的保费压力真的太大了 每次我都还要劝他 真的讲不下去再说吧 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一个先到 他说遇到就面对 该开刀就开刀 该化疗就化疗 还好听了你的建议买了保险 我说至少有两张十支 还有日额医疗和手术 癌症险 如果确定符合七项重大疾病里面的癌症 还可以豁免保费 你们的保单不用缴钱 还可以继续有保障 你有多久没有检视自己的保单 以为有买就好了吗 万一用到不够 等于没有买 我是秀杰 你有保险的问题可以私讯我 有 旅